哈囉 不好意思讓大家都久等了 下一個講者是泰祥 然後我們把時間交給他 請掌聲歡迎 OK 最開始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泰祥 然後我其實已經 用我自己本身很喜歡 Open Source的東西 然後尤其特別是Python跟Ubuntu 兩個project 然後我已經用Ubuntu member的身份 貢獻開源各種開源專案 尤其是Ubuntu的專案 好多好多年了 然後其中特別我自己個人興趣 喜好上面特別喜歡 Scientific Computing的部分 那我很喜歡大自然也很喜歡 音樂這樣 然後 因為我自己花最多時間在 Scientific Computing Ubuntu跟Python的部分 那我每天在用 每天在用我自己的Dame Machine 的Ubuntu的時候 我常常在想說 這裡面的application 到底有多少 是跟Python有關 不管是用Python寫的 或是用Python deliver的 這種問題 那我不曉得再做 嗯 有多少人曾經 有多少的人是Linux使用者 然後有多少人曾經想過 你自己的Linux distribution裡面 有多少的比例 可能是Python寫的 那我稍微做一個簡單的名調 嗯 這邊 是用Linux的人可不可以舉個手 讓我知道 OK 太好了 不好意思 請你們再舉10秒鐘 那 大概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們的每天用的application裡面 有多少是Python寫的 曾經想過的人 可以放下來 好 謝謝 還是有點比例的夥伴 OK 那這樣的話 大家跟我差不多一樣好奇 所以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我就開 就是 我稍微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想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的話 大概需要哪一些知識 這樣 然後 最開始呢 我們先 稍微回顧一下 這是一篇 二十多年前 由Python之父 Huido寫的ASA 這篇非常非常有名 叫做 Groody all together with Python 意思就是說 用Python把所有東西都黏起來 他這邊就說 Python呢 他有個搶項 就是他 這字稍微有點小 他就說 Python glued together large software components 意思就是說 Python是 他有個搶項 非常適合去黏著 黏著各種不同的大的 軟體的 component 軟體零件 這樣 這是他一個搶項 那其中呢 在這面ASA裡面 他又特別提到說 怎麼黏呢 怎麼把不同的 software components 黏起來最常用的一個方式 就是已經二十幾年前就被驗證是可行的一個做法 就是實作一個 Extension Module 雖然說 除了這個方法以外 另外 這邊我寫 就是 Create Python Extension Modules 所以這個 這個Extension本身呢 就是可以作為一個 GOO 來連接Python跟其他的語言 所以Python是一個非常適合 就是黏著 在Hybrid Language的情況下 黏著不同的 software component跟語言 這樣 那除了用Extension Module的方式 其實另外一個 沒這麼常見 但其實也可行的方式 就是透過Python的Standard Library 直接去Low不同的Share Library 不過今天就不會 不會 時間的因素 不會太 不會特別提更多細節這樣 沒關係沒關係 不要閃到腰了 OK 因為 因為 OK 可以幫我計個時嗎 因為我們今天計數的問題 我想知道我剩下多少時間 謝謝 OK OK 然後左邊 這個 左邊這個 Stack 可能是一個簡化過的 常見 當代 Linux Distribution的Stack 它非常典型喔 這最底下是一個 Kernel 它就 Kernel就是把印體抽象化 然後中間就是一個 C Library 通常來說 各位的 Linux Distribution裡面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80%以上的人 包括你 大概都是用GLIPC 然後如果你是用Desktop的話 現在主流是Gnu 所以這中間的Middleware 大概是Gnu的Firmwork 然後上面就是各種Application 然後包括Python自己 或者是Python作為橋接 去連接中間的Middleware 到跟你的Application 然後這右上角就是一個典型的Ubuntu 這是最新的版本 誒 右上角是一個現在當代的 Ubuntu Desktop 長的樣子 那右下角則是Dabian系統 然後關於這個Stack呢 跟Python有的關係就是 Pyp11 這個規範 它基本上就是關注這整個Stack 跟Python之間的關係 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 Pyp11裡面它就特別提到說 我們Tier1的Support CPython 我稍微強調一下 是CPython的部分 CPython tier1的Support 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的Linux 只要你的Distribution 不管你是Linux 所用的C library 是GLIPC的話 Compiler是GCC 而且 你的 這支有點小不好意思 而且你的Platform是X86 而且是PyLinux Kernel的情況下呢 那你就會獲得我們那個 Python Core Developer的特別關照 叫做Tier1的照顧 意思就是說你的Python 理當來說 如果你的系統組合 是這種組合的情況下 你的Python 理當來說 會 運作得非常非常的無痛 非常的好 你不會踩到任何的Bug 如果有任何的Bug 或是Security Issue的話 這些CPython Developer 他會在第一時間 用最多的Resource 把它解決掉 所以呢 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從來不曾注意過 這問題的話呢 這表示一次一件好事情 這表示 CPython的Core Developer 或者是 Deliver這些Python Package 例如說PyPA Community 或者是 你的Package Maintenance 他們 把他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好到就像空氣一樣 你完全不覺得 你需要去注意這些事情 那 一個 非常典型的例子喔 就是萬一這些人 不小心 沒把他們的 工作 或是事好 或是site project做好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邊就舉個例喔 就是大概 應該一兩年已經有了 如果你曾經 慢慢來 如果你曾經用過 Docker去 而且用LpyImage 的情況下 去 build你自己的Docker image 裡面如果是一些 像是Pandas這種 呃 這種Python Package Pandas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呃 用 用Python包起來的 Data Analysis 用的Framework 我相信大部分人有用過 我可以好奇一下 這邊有 不要說用過 這邊知道Pandas 可以舉個手 讓我了解一下 好謝謝謝謝 果然對 那這樣子太容易了 所以例如說這邊 左下角就是一個 典型的這個 我剛剛講的Docker file 呃 你如果你是用 LpyImage 去Base的去 去build你的Docker file 呃 這中間不用理他 這中間就只是 一些build dependency而已 最後最後 你只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你就說 我要裝 Maple Library 跟Pandas 就這樣簡單的事情而已 大家猜一下 build這個image 大概要多久 有沒有人有興趣猜一下 一天 兩小時 三十分鐘 十分鐘 答案是差不多 我自己啦 我自己在準備 這個slide的時候 我自己build這個image 大概要花我三十分鐘左右 非常非常非常難想像 但如果你是用dabian 或是ubuntu的image的話 大概 六十秒吧 六十秒 跟三十分鐘的差距 為什麼 呃 為什麼 Pep 656這件事情 就解釋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事情 其實理由非常的簡單 就是因為 LpyImage裡面的 C Library 剛剛前面有提到 它不是Pep11裡面 關心的一件事情 它不是Tier1的support 也不是Tier2 也不是Tier3 基本上 沒有人關心它 它是一個孤兒的組合 所以呢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安裝Pandas的時候 你的 不管你是用pip裝 或是什麼其他東西裝 都一樣 它沒有辦法從pypi上面 把binary拿下來 為什麼用debian 或五幫圖 可以裝這麼快呢 因為Pypi上面已經 例如說 Pypa 已經幫你把這些 binary都build好了 所以你只要拉下來 你就直接裝上去 就了事了 可是你用LpyImage呢 它就知道 啊好什麼呢 我完全找不到任何地方 有任何的binary可以用 我就只好自己 重新build 然後Pandas又是一個 非常龐大的一個framework 它有很多的響儀 就等於說 各種各式各樣的響儀 全部都要重新build一次 你才可以獲得Pandas 所以前前後後 加起來我自己的筆電 i5 武邦圖18.04 大概就要build 30分鐘左右 大家回去可以 自己試一下 感覺一下 然後656呢 它除了解釋這件事情 它就有 這邊就有提到說 如果你用LpyImage的話呢 因為它在這個 它是用這個東西 然後它的C版Library 跟一般的GLIP 其實不太一樣 然後等等等 所以我們就不能在PyPA上面 把the binary distribution做好 所以不好意思 你只好自己弄 就很久 然後 這件事情其實有點困擾 因為LpyImage 在某些場合 是非常 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因為它訴求的是一個 lightweight的 dark image這樣 所以還是有人會希望 用Lpy去做它的dark image 那我們怎麼樣讓這件事情 可以加速 或是做得更好呢 我不能代表PyPA 或者是C Python Developer 他們的立場 但是就我個人認知裡 例如說 這是Python Package Authority 就是PyPA 他們的Github 然後他們最近 大概差不多一個月內 他們就announce說 喔 現在開始你可以透過Github 來sponsor我們了 所以如果說大家覺得LpyImage 你希望他可以比我更快 怎樣這樣的話 我自己個人猜啦 我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 也許用sponsor他們 一個月五塊錢美金之類的 也許會有幫助 寫一些加油鼓勵打氣的話等等 OK 然後剛才提到 我們剛才是從 Extension Module的角度 去看Python作為一個交水語言 Glue Language的這個角色 但是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 Osterhaus Dichotomy Osterhaus 是一個Standford的教授 他其實在 也是差不多二三十年前 很久以前的事情 他就提出過另外一個觀點 說交水語言呢 它除了 它還可以 Scripping Language 它其實 某種面向上也是 屬於一種交水的語言 因為Scripping Language 它可以把 Application 也 也 黏在一起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 在當代的Linux distribution裡面 有個特色 我以Debian Ubuntu為例子好了 Debian Ubuntu 它其實 不是一個 它不是送到你手上的時候 像是一個 像是一個很大很硬 完全沒辦法動的東西 不是一個完整的東西 它比較像是 各種各式的箱子 或是說package 把它疊疊疊疊成你要的樣子 然後 這些箱子跟箱子之間 要怎麼彼此運作得很好 其實就是靠著 Scripping Language 作為交水的角色 把每個箱子之間 黏在一起 例如說 例如說 最常見 像是Desktop的部分 你要是用Desktop 在當代的話 你大概免不了 會用到 Gnu 當然你是如果KDE的話 你是另外 但是概念上是一樣的啦 那很多 Application的做法呢 基本上就是透過 Python Python 然後去呼叫 或是把Gnu 的Share Library 已經事先做好東西 把它包起來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要了解說 打比方 例如說你某一些 Desktop 右上角或左下角之類的 有一些小小的圖示 那個推波 或是那種小東西通知 通常一種架構就是 Application 是用某種XML 描述語言 或是Python寫的 然後再透過Python 去把 去連結這個 Application 跟底層的 這個Gnu framework 所以你在讀扣的時候 你大概三個 你心裡要有一個 心裡要有一個 Mind Map 就是說 這三個東西 其實才會拼成一個 完整的 小小小小小的程式 這樣 那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那其他其實也都差不多啦 就是Mindset上就是 Application 中間透過Python 然後連結其他的 已經事先 更適合平台做的 這些Shared Library Binary等等等等 那這樣子的一個架構呢 基本上就是 佔了大部分你 平常作為Desktop使用的情境 好啦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不是問一個問題 例如說 剛剛我說大部分 那大部分到底是指多少呢 例如說我翻到一份資料 這一份資料是 Python US 2021的時候 一個Python Language 上面上一個資料 他說這邊就有提到 說 OK 在這邊 到底有多少 多少的Python Package 在當代 不要說當代好了 以Debian為例子好了 有多少Python Package 有多少Package 是Python 實作 或至少部分是Python做呢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 左右 大概有這麼多 所以其實 Python在當代的Linux Distro裡面 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邊還有額外一個小知識 它 就後來 比較新的Debian系統的話 它還引入了Python 3.4 Package 這個概念 意思就是說 你除了Python的Interpreter以外 你還有旁邊 裡裡扣扣各種 好用的東西 它就一口氣全部拉進來 你可以考慮安裝這個東西 這樣 OK 那像我們知道Python在Linux Distro裡面 佔了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每天其實都會默默地用到它們 只是我們可能不知道它 是用Python寫的 或是部分用Python寫的 那 這些Python Packages 是 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稍微看更細節一點 例如說 如果你是用Debian系統的話 最大一個特色 就是 Site Packages 被改名成 Disk Packages Site Packages 這個名字 它其實是 這個字有點小 不好意思 Pep370 所規範的一個標準 Python Package 應該被安裝的地方 如果你安裝一個Python Package 你大概就會去 例如說 如果是系統的路徑的話 大概就是User Lab 然後Site Packages 然後下面就是你各種 安裝的第三方 Package 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是用Debian系統的話 你會找不到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Debian 把Site改成Disk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 Debian這些Mainterment 他們認為說 一般日常的使用者裡面 不應該碰到我系統 運作的時候的Python 跟它相關需要的套件 如果你需要用 用到 某些Python Package 你應該要安裝到 你自己的環境 不管是後目錄或是Virtual Environment下面 這樣才不會把我系統設計 跟系統運作時需要的Runtime 給打壞 所以就是在 在 Debian系列 Debian, Ubuntu 等等 Ubuntu的延伸版本 你可能會找不到這個東西 而是用這個東西 像這樣 如果 如果你不是用Debian的話 也 不管你是不是用Debian系統 其實你都可以透過 Python3-msite這個指令 去知道 你到底 你的Python路徑到底是怎麼被管理 或曾經被rename 以這個例子來說 像 這是一個Debian 或是它的衍生版本 其實我稍微忘記 我當初Copy的時候是用哪一份 但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 我-msite的情況下 它就告訴你說 好 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是dist 而不是site package 可是呢 在我自己的後目錄 後目錄下面 屬於我個人的library 我這個是site 所以在讀 就是如果 你是有興趣去知道 你安裝的Python package 或是你系統裡面的Python package 你想去追裡面的code的時候 這個概念一定要記得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 在最一開始了解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會非常confused 為什麼有時候是dist 有時候是site 會一直找不到 如果我一直記得 我一直認為是site 但是其實它放在dist裡面的話 我就會一直不知道 實際上到底是那個pad 就是我在用debugger去追的時候 其實都會開錯檔案 這件事情 這個小技巧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然後第二個可以要注意的細節呢 就是 一樣以Debian系統為例 就是 Python 3裡面 有一些很好用的套件 剛才有提到 那個 在Python Language 上面有提到 現在已經有Python 3 附和這個patch可以用了 你可以 透過這個附和的情況下 把minimal 這字也有點小了 不好意思 好 就先這樣好了 你可以裝minimal上去 minimal的話 就單純的 Python Interpreter 跟最必要的一些 sender library 這邊就舉個例來說 這個應該是現在 Debian seed 就是Debian最新的發行版裡面 大概會長的樣子 就是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前面提到的 它是有個 dist packages 然後你可以看到 下面有一些 要dynamic load進來的 library 這邊就很有趣喔 像是這個 async io 就是Python裡面 這邊應該 或多或少 有人用 寫過Python的async async 其實你仔細看喔 你進去它的library dynamic library下面看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是 用別的語言寫的 它是寫成一個 so檔案的形式存在 你真的要用async呼叫的時候 你其實 是別的語言在幫你工作 然後呢 這個違罪 其實這個suffix 其實是有特別的涵義的 這個涵義到底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參考 叫pep3149 它裡面就有說 這個 這個binary 大概是怎麼情況下 編譯 然後適合什麼樣的平台 然後適合什麼樣的 python interpreter 這個概念呢 平常 如果你是 high-level context application developer 你大概不會特別的 去關心它 可是 什麼時候很有用呢 大家一定有遇過一件事情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程式 跑一跑變成core dump 如果你遇到core dump 你不知道怎麼處理 非常非常有可能就是 你去呼叫第三方的一個 share library 出問題 其中最常最常最常見的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你的python interpreter 沒有符合 這一個 ABI 這是最常 我自己經驗上 最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其實通常來說 都是因為 你的virtual environment 環境沒有隔離好 然後系統的跟你個人 整個混在一起 你的 interpreter 去呼叫系統的 或是反過來 去呼叫系統的 share library 或是反過來 總之就會有這種 只要跟 c library有關的 大概 80%都會是這些問題 後面其實就是單純很多 例如說 在這個 debianc裡面 python3 基本上就是python 預設了3.10 它本質上其實就是一個 symbolic link 兩者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 python2 在 差不多兩年前 就已經 end of life 所以 很多 當代的 linux distro 預設 是不會 ship 是不會有python2 在的 可是有時候 有些情況下 你會希望 我在使用 這個python interpreter 的名字的時候 我不希望這個 囉嗦 每次都說python3 python3 真的很麻煩 所以其實在debian系統裡面 它其實有提供一個package 叫做python is python3 意思就是說 當你說python的時候 其實等同於python3 它的理由 它的做法其實也很簡單 這個package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幫你建立這個 symbolic link 所以 你以後拿到debian系統 例如說debian seed 你的python 其實通常都是python3 而且通常就是python3.10 這三者都是同一個東西 那其實還有一個套件 如果你真的硬是要 為了相貨相容 你想要python2的話 其實有另外一個套件 叫做python is python2 意思就一樣 它只是幫你建立一個 symbolic link 你也可以不安裝它 用自己手中建立 然後呢 剛剛我們提到說 怎麼樣去理解 這個python package 在你系統裡面的樣子 那我們如果想要自己打包一個python package 發揮python作為 glue language 這個最大的優勢之一的時候 我們可以 我們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 python自己本身打包的一個格式 基本上都寫在 517跟518裡面了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pypa寫的tutorial 我把這個link附在下面 有點淡 但是大家事後可以再去看 沒關係 可以不用拍照 應該到時候 slide會釋出 不用擔心 對 然後呢 不管是debian系統 或是其他的當代主流的 Linux Distro 包括Fedora 例如說Fedora好了 大家都 基本上遵守一個哲學 就是 我自己的系統 package格式 不管再怎麼樣亂搞 不是亂搞 不管再怎麼樣克制化 或是解決問題 非常非常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 我這個格式的設計呢 會盡量的去 符合原本 pet517跟518 規範的事情 目的就是 harmonize with the wider python ecosystem 意思就是說 我自己在 我的debian格式在打包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它盡量符合原本 python ecosystem裡面 該有的格式 這樣的話 我這個 這個套件才可以 考慮各種可惜性跟debug 這樣 所以 如果你想要替你的Linux Distro Linux Distro打包 不管你是debian 或是Fedora 了解517 518 非常非常的有幫助 就可以理解為什麼 debian自己的打包格式 會這樣去變化 來配合517 518 這是必備的一個鮮豔指示 然後 現在我們知道 格式是什麼 那怎麼做呢 以debian系統為例的話 當代的 可能這5年的事情吧 就是 debian的python team 他們基本上 有個不成文 但現在可能已經成文了 基本上就要求 大家一定要用 gipflow 來管理所有的python套件 在debian裡面的python套件 而且 如果可以的話 建議可以使用 gip build package 這個工具 寫助你完成這件事情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也是 gip build package 本身也是python寫的一個工具 它基本上就是 遵守一些 gip的哲學跟命名規則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概念 就是在這裡 就是 它怎麼管理 這個package 的source code 它基本上就是 你的source code 會 名字可能是debian master 或是單純的master 然後 你的upstream的code 基本上就叫upstream 這也非常的直觀 然後 中間這個pristine tar 意思就是說 我的upstream 它在release 的時候 用tubo格式release的程式碼 你也可以把它放進其中一個feature branch 這樣的話 gip build package 就知道 要從哪裡去抓upstream的code 要從哪裡去使用 或是產生tubo 然後最後包好 符合你debian base的套件格式 這是最重要的觀念 其他的 這個工具 都會幫你把它做完 我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還有幾分鐘 還剩五分鐘 還剩五分鐘 OK 我大概講了多久了 OK 好好謝謝 OK 然後 那我們現在大概知道 在一個linxtro 當代的linxtro裡面 Python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它通常是用extension module的格式 或者是用script language的方式 在協助整個作業系統 每天每天替你的工作做得很好 那基本上呢 如果 我們已經知道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好奇 那我自己的筆電裡面 有哪些東西是這樣運作的 我如果想知道這件事情呢 有很多很多很多種各種不同的方式 這邊就舉稍微兩個例子 例如說 你可以用這個指令 find 然後去找找找找找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去我的系統 user 下面找找看 看哪一些script language 有去呼叫這個g.i g.i.就是g.object 誒 以下忘記 inspection還是introspection 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 extension module 可以透過python 然後來去看 GNU裡面那些banery 來去呼叫 或是使用那些GNU裡面 已經是做好的shared library 所以你去找 把這些 有這些特色的python file 全部找出來 你大概就會知道 你的系統裡面 你的desktop系統裡面 大概 如果你的desktop 是用GNU的話 那kde 就是把這個東西 稍微換一下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你的系統裡面 有多少application 是透過python 來使用GNU的 那待會 因為剛剛有記住問題 所以今天可能不方便demo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筆電 試試看這一行指令 我這邊中間就舉個例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你是用debian 或是用ubuntu的人 你一定看過這個畫面 你一定看過這個畫面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畫面 是嗎 可以舉個手 讓我知道嗎 這畫面是嗎 這個畫面是嗎 那個 那個 靠線管理的形狀 對沒錯 好 感謝這位先生 對這個畫面 大家已經看過 就是每次那個系統要更新 大概每兩三週 這個ubuntu就會呼叫 都會提示你說 欸現在該更新了 有新的application 什麼有新的版本 你可以更新了 好按yes 我要更新 然後就跑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可以試著用上面這個指令去找找看 找 你就會發現 原來這個software updater的前端 也是用python寫的 這個 這個例子我很喜歡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精巧的小程式 可是大家每天都在用 那在debian 在ubuntu裡面 debian跟ubuntu desktop裡面 有無數無數這樣的例子 大家可以找找看 那下面這個其實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找找看 有哪一些 share library 是bill好 給 之後 準備給python用的 大家也都 可以去找找看 好 這邊簡單的摘要一下 所以說 嗯 我會建議大家 也不是建議大家啦 我自己覺得 我當初在了解這整個知識體系的時候 實作一個 如果不 不曾實作過的話 實作一個extension module 的話 會對了解這些事情是很有幫助的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打包看看 為你自己的linux distribution 打包看看 然後這邊都是技術的面向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或是更 例如說像那個alpine image 這件事情 什麼時候被修掉啊 什麼之類的 你可以考慮 嗯 去 follow pypa 或是packaging.com這種 社群的活動 來跟 跟上最新的事情 或者是說 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 python team 你的linux distribution 的python team 因為現在python 在每一個linux發行版裡面 已經佔了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通常來說 都會有一個python team 可以考慮去加入他們 然後跟他們 看看他們在幹嘛 甚至是 跟他們一起開發 你linux distribution裡面的python package 然後最後最後 如果 如果 行有餘力呢 或者是 每天中午吃飯 吃便當 一邊看電腦螢幕 不知道要看什麼的時候 我會建議 我個人 建議一個非常 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的小tip 就是 你可以去讀pebs 你甚至不用google 你只要git clone 它其實有個 有個git repository 你可以把所有的pebs clone下來 你就每天 挑你有興趣的topic 去讀 那我覺得讀pebs 是一個非常好的 休閒娛樂活動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pebs 它本身 它其實你就可以 從中讀到別人 它是一個很好的思考框架 你可以知道別人怎麼樣去 思考 針對一個問題 然後 建立它思考框架 然後解決一個問題 你可以知道很多 設計上的脈絡 所以讀pebs 相當於是讀別人設計的第一手資料 比起讀tutorial 有很多很多的脈絡 可以從pebs上讀到 會對 至少我自己覺得 讀pebs的過程中 對 讓我自己覺得 對某些議題的了解的深度 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那 今天就 因為就是問題跟時間 我們就 不好意思稍微不demo 大家可以回去 不要不要看那個lpy image 真的很久 然後 今天分享就差不多到這邊 謝謝大家 應該還有時間QA吧 沒有 沒有 可以一個問題嗎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 請說 那個 KBEN跟武邦庫要怎麼 就是他們是怎麼決定 哪一些派生派生 就會進 他們的派生 還是說有人提就會進嗎 還是 因為不進其實也還好 因為你可以從派生 嗯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 我先講簡單 好了 他有各式個案考量 然後你可以去 他們的 Python Packaged Policy 上面找到 例如說 Debian 好了 Debian Wiki上面有一頁專門在寫 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 什麼樣的情況下不行 那通常的原則就是 他們只要必要的 就是 所謂必要是指說 我的系統在弄的時候需要 他們只允許這樣的事情 或是非常受歡迎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的原則 但還有很多各種各式各樣的考量 那時間關係 我可能就沒有辦法一一回答 好 好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 OK 謝謝 謝謝 謝謝太祥 然後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在 之下請問 請教太祥 謝謝